已婚农妇竟然也能当太后 按理说君王后宫的妃子都需要保留所谓的清白 但总有一批奇女子其实都是再嫁给了皇帝 就比如今天这位大美人王志 他就是再嫁给皇帝 并且又生下了未来的王位继承人 既然王志如此的强大 那他的后宫生存法则到底是啥呢 王志之所以在嫁给农夫后依然能进宫 靠的就是野心 你可别不信啊 事实就是如此 王志小儿其实是名人之后 他老妈是一位王爷的孙女 由于这位王爷谋反不成被刘邦诛杀 导致他们一组家道中落 已经沦为了平民 所以小王的老妈也就嫁给了一个普通人 生了义子良女 其中大女儿就是王志了 他刚成年的时候就在老妈的主事下 嫁给了一户普通的农家 俩人感情不错 于是很快就有了一个女儿 但是这个时候 小王的母亲着相识给自己的子女们相面 其实无非就是想看看 自己的儿女以后过得怎么样 但是这一看不要紧呢 这位姚姓像是说小王是大贵之人 一定会生下天子 小王老妈一听 想成为人上人的心 当时就活泛了起来 觉得自己家族要在闺女这辈崛起 就连小王本人也表示 我想进宫试试 于是小王老妈就强行把闺女 从夫家接了回来 小王他老公不乐意了 自己啥也没做错 凭什么要跟自己离婚呢 于是一直拖着 不肯跟小王断绝关系 但是小王一家可不管这些 这个女儿他们必须送进宫 于是开始拼命找关系 想把闺女送进太子宫里 人家一家俩最后还真成功嘛 要不是相识那句话 和老妈的野心 他可能还要继续面朝黄土背朝天 可以说这一切就是他人生的转折点 但是只有野心可不够 要在太子宫里生存下去 靠点是实力而非运气 小王虽然在太子宫里 但是依旧困难重重 因为他的婚姻状态是已婚 如果被太子知道这事 那可能就是灭族的罪呀 所以这个时候小王必须放手一搏 家里已经为了送他进宫 费了大半的人力物力 现在能不能在后宫三千中脱颖而出 看的就全是他自己了 这个时候除去野心之外 小王的第二个后宫生存法则 排上了用场 那就是懂得讨好别人 他本身呢就长得很好看 现在身上更是有独特的成熟气质 小王身上这特殊的风情 刘起表示自己很喜欢 再加上小王这人聪明呀 懂得讨好老公 在刘起的爱好和想法面前 小王永远处于迎合模式 所以刚刚进宫的小王 就很受刘起的宠爱 不过小王的二技能讨好 也并不是这么简单哦 从农妇到太后 王志在背后用了多少星期 身为太子后宫中的一员 小王讨好刘起这还不算啥 但是这个聪明的女人 怎么会忘记自己婆婆都太后呢 她在婆婆和老公面前 永远是一副温柔端中 不争不强的样子 这样长相漂亮 还这么温柔的人 谁会不喜欢呢 而且刘起的宠妃 立即是一个没什么脑子 又爱折腾的人 这么一对比呀 小王简直比她好了太多 所以婆婆斗士 对小王的喜欢 更是又上一层楼 不得不说呀 还是小王聪明哈 只要是讨好了婆婆 即便是之后失宠 也能好好的生存下去 这和美姐姐搭上太后那条线 不是一样的道理吗 只是这个退路 小王压根就没有机会用 因为刘起十分宠爱小王 没过多久就把她升为美人 再加上婆婆又对她很满意 所以她这也算是站稳了脚跟 但是小王也知道 太子后宫根本不缺女人 如果无法故宠 迟早会被遗忘 于是她想到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介绍自己的亲妹妹 王尔徐进宫 这也就是小王会讨好人的地方了 刘起稀罕美女 那她就把妹妹推荐过来 如此大通通的迎合 刘起对她印象又加一番 小王那么亲交百妹 亲妹妹自然长得也不错 刘起对王尔徐也是很不错 这姐妹俩和隔壁的 飞燕和德顾一样 她们之间不会吃醋 嫉妒算计对方 这样和谐相处的方式 不正是帝王家男子最喜欢的吗 两姐妹同心协力 在宫里过得还内着一个风生水起 甚至后来两人在宫里 还一共孕育了八个孩子 不过最了不起的 还是小王的好大儿刘彻 这是因为在小王怀上刘彻之后 有一天去找还是太子的刘起 跟她说自己梦见一轮太阳 扑进了自己怀中 这就是小王的第三个后宫生存法则 自我炒作了 因为小王嘴上说的好 但这到底是确有歧视 还是小王瞎说 这就不得而知了 反正做了啥梦 小王自己最清楚 说是噩梦还是美梦 全靠她这张嘴 人家刘起一共14个儿子 分别是6个嫔妃所生 这么多嫔妃都没有说有太梦 怎么偏偏救小王的有呢 不过这好歹是个寂寞 所以刘起听说之后 觉得这事还怪吉利的 也就没有多怀疑什么 没过多久 孩子还没出事呢 门帝驾帮刘起即位 同年小王生下十皇子刘彻 他生下儿子的时候 已经接生到夫人为的了 有野心 懂得如何讨好别人 再加上这一个炒作 就让王子从一个普通农夫 成为仅次于皇后的夫人 这个女人果然不可小觑 但只有这些 还不足以让小王的儿子登临地位 为了让好大儿当皇帝 小王又动用了新的后宫生存法则 为何皇帝还活着 王志就成了太后 没错 这位来自大汉的奇女子王志 在皇帝老公还生龙皇虎的时候 就已经当上了太后 这还要从刘起即位之后说起 刘起即位后不久 就立长子刘荣为太子 但他不顾太子 不能和别人童年策封的规矩 同时策立刘彻为焦东王 紧接着刘起不顾自己 还活得好好的 也不顾皇帝妻妾不称太后的机会 立小王为王太后 就这样小王的皇帝老公还活着 自己却先一步成为了太后 这种事情 简直是文恩所内文 但事情已成定局 让好大儿登临地位 就得从长进一 这个时候的小王 就动用了第四个生存法则 善于抓住实际 小王得大姑姐管桃公主 一门仙子想让闺女当皇后 于是就想着把闺女 嫁给太子刘荣 这样以后太子继位 自己女儿不就是皇后了吗 可是这位大姑姐 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平时就老往自己弟弟后宫塞人 小王他们不说啥 不代表别人也乐意呀 刘荣老妈丽姬 就因为这事很讨厌管桃公主 于是在她提出联姻的时候 丽姬当场直接回绝 一点面子都没给管桃公主留外 你当初说 要把阿娇和荣儿配成对 如今他们俩年龄都不小了 也该向太后 请止定亲了吧 太子起良地 是该定亲 不过那个妾 我看就不用了吧 丽姬的这种做法 彻底激怒了她 这一下子 不让人省心的大姑姐 又把目光放在小王的儿子身上 这孩子不仅是梦日入怀 而且平时就聪明伶俐 就很得老爹的喜爱 如果能扳倒太子刘荣 那他必然会是下一阵君王 小王一看 这简直是天上雕像饼了 于是赶紧答应了这门婚事 但是这还不够 大姑姐又转身为小王的儿子 愿不愿意娶你阿娇姐姐啊 这孩子也是聪明 当时就说 我要是能娶阿娇姐姐当妻子 以后要给她建一个黄金座的屋子 如果姑姑把阿娇姐姐给芝儿的话 芝儿一定会用金子 造一座宫殿 把她藏起来 一天对自己闺女这么好 难搞得大姑姐乐得像朵花一样 娶乐馆桃宫中的女儿当媳妇 小王母子离成功 只差一个时机 因为这位大姑姐实在是记仇 现在和小王那边结成了亲家 对曾经毫不留情拒绝自己的丽姬 就起了报复的心思 她实诚进宫和弟弟见面 而且每次都会说丽姬的坏话 虽然这些话刘奇没有听信 但也为以后埋下了种子 刘奇身体不好的时候 想跟丽姬托付后宫众人 这就是让她当老大的意思 但那些傻乎乎的不懂这些 上来带着刘奇就是对 这种事多了之后 刘奇对她也逐渐开始不满 再看看那边安分的小王母子 心里疯狂给他俩加分 这之后 刘奇废后 小王知道机会来了 不过皇后被废四个月后 小王示意朝臣奏情丽 丽姬为皇后 刘奇一天觉得 丽姬这人可能跟朝臣勾脸 紧接着就下令废掉太子刘荣 改立为临江王 童年立小王为皇后 刘奇的儿子也就成了太子 小王凭借四种后宫生存法则 从一件平平无奇的农妇 成为了斗太后名正言顺的第二代儿媳 感觉是厉害呀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